在这场比赛之前,浙江广沙控股队总比分2比3落后于山东高速队,虽然回到了杭州主场应战,但谁都知道球队所面临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,他们已经到了悬崖边上。 不过比赛开始后,广沙队的球员们就展现出了他们的态度,严密的防守让山东队在第一节只得到了12分,这个得分也是这轮系列赛中的最低得分。 表现今天做得非常好,不管是每一个球员在场上或场下,都有去拼,也执行教练所安排的这些布置的内容。 全队的重置城城也体现在本场比赛每节的比分上,全场比赛广沙队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2.9%,年轻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,让人很难想象他们在打的是一场生死战。 准备的比较充分吧,然后大家都没有放弃吧,然后三比二落后也一直团结起来去打比赛吧,然后大家打的希望能就像以后一样打得越来越好。 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,就已经放开所有了吧,我觉得已经,就是明明去拼吧,然后到最后取得这个就是胜利吧, 因为他们不但不过还有一场嘛,所以说我们还要做好自己,然后就准备下一场比赛。 山东队的头号球星丁燕宇航,由于腿部的伤势,整场比赛一直拖着伤腿,拼紧了自己最后一发子弹。 但面对集体开火的广煞队,小丁的表情也显得疲惫不堪。 季后赛的残酷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,繁重的赛程与各方压力,都让这样的比赛变得更加艰难。 广煞队作为四强里面打了最多场次季后赛的球队,更是深知这一点,所以他们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。 季后赛就是一场战争,双方都要去全力争取,但是没办法,这就是季后赛,季后赛就是这个样子,充满了对抗,第七场会更加激烈。 也正如福特森所说,CPA历史上第一场抢七大战的对抗会变得更加激烈,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支年轻的球队已经在不断的蜕变和成长。 作为一个教练来讲,我觉得只是一个过程吧,而且说现在打到这个份上,我觉得全队投入也好,包括这个季后赛今天是第十一场,每一场大家在提高自己,在进步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必要,也是很有价值的这十一场比赛。 后边就是说马上就是现在是打第七场比赛,我也希望就是说全队从精神面貌也好,包括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,包括自信心,我希望在第七场当中能体现出来。 三比三的大比分也意味着两支球队将进行CBA历史上第一次抢七大战,伤病疲劳都成为了这轮系列赛的关键词,但无论如何,所有球员都在这轮系列赛中得到了成长。 这样的成长也让我们对于那场决战无比期待。 央视记者杭州报道。